我们试试买一个商场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将这个东西 屋邨的空间 由我们自己去决定 我们当成为一个 其实不是当成为 事实上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事实上就是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会说的话 你没有这种意识 我拥有我住的地方 我拥有我住的屋邨 我拥有这个土地的话 那你那个民主运动是没有基础的 你在说什么的民主呢 只是投一个票 然后选一个特首 他就有无限的权力